螺絲粉 古希法納 螺絲粉是非常流行的美食小吃 又香又臭的風味 讓人欲罷不能 那麼請問 哪一個敘述是螺絲粉名稱的由來 1 源自於叫做螺絲的城鎮 2 湯頭是用螺熬製而成的 3 粉是螺絲的形狀 我吃過螺絲粉 所以不會是3 但1 螺絲的城鎮有點怪 應該是2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就是他們的 為什麼能這麼臭的原因 好像就是因為2 用螺熬製而成的 所以 有沒有前面已經有答案了 我沒吃過所以我不知道 妳沒吃過 我沒吃過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但我覺得可能就像榴槤一樣 對 她的人喜歡 她進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 真的會有一個 真的 就她吃飯拿進去 妳就 神經病 只有吃的人覺得很好吃 沒有 可是妳吃下去 但是妳吃下去是想吃的 對 對 有一個概念 我媽在1樓煮螺絲粉 我在3樓都聞得到 妳真的 真的 那個味道非常重 來 兄弟有答案了嗎 我的答案是 2 好 兄弟的答案是2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漂亮 漂亮 很多人都會以為 螺絲粉是螺絲粉 其實螺絲是柳州人 對所有淡水螺的統稱 不管是石螺還是田螺 但是田螺因為是在田裡面 所以它在泥巴中 很容易有土腥味 所以大多數的螺絲粉 都是用石螺來煉湯